又到了凤凰花开的毕业季节 包括政大广告 台义大广电等 十多个创意产业相关细索 连续两周将在华山文创园区 举办联合毕业展 欢迎大家来看他们的创意 如何突破框架 今年我们有十个小组 几乎每一组都是 对于社会议题的关怀 或是一些观念 大家忽视观念的推广 那这是我们这次比较特别的地方 希望学生的创意 跟能量能够被产业界给看见 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产业 跟学生之间的对话 也就是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的一个对话 其实家庭可以说是 人类社会结构中最小的一个单位 那它可以串联 这个社会的一个力量 那我们看到了联合国这么重视规定 这个每年的5月15号成为这个国际家庭日 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到这里面多元的文化 然后又能够去尊重新移民的家庭 是非常重要的 那刚刚我们在谈到说 怎么样促进这个多元文化融合 然后又能够变成社会一个正向的力量 所以我们还是问一下佩远那个满芝 你看到我们刚刚提到的时候 家庭夫家都可以怎么协助 你是不是也可以补充 你觉得他们可以怎么做 夫家的部分吗 我觉得夫家就是要让家庭更幸福 就是第一点就是愿意沟通 夫家的任何成员 那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是因为我发现很多新移民家庭 夫家其实有很多不愿意沟通 就是说自己觉得说 你就是照着我们这边的习惯文化 去做就好了 我们家的规矩这样就是这样 然后不愿意就是放下心来 好好的跟姐妹沟通 那我觉得家庭的部分就是愿意沟通 跟倾听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幸福的开始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卑微 要沟通倾听 那其实我们对这个多元文化 其实如果婆家能够接纳这个媳妇的 她自己来自国家的文化 有没有可能 其实我们看到有些婆婆 是不是你在接触 有的婆婆真的很好 还陪着媳妇去上课 对我们看到 其实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家人 就是台湾的这些家庭 其实也在有新的观念和想法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婆婆 她是陪着媳妇出去上课 那为什么要陪着出去 因为其实一开始 她们可能也会担心 就说会不会出去 就是有很多大家的这种想法 所以她自己后来又觉得是说 可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可以参与社会的很多事情 那为什么我的媳妇这么年轻 我要把她关在家里 所以她就开始去过滤 她去寻找一些觉得比较适合的 那带着媳妇一起去上 那媳妇上些什么 学习些什么 或是跟什么样的一些朋友在一起 她也很了解 她可以很放心 结果现在她的媳妇很棒 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 那也有这样 那也看到说在中南部 其实有一些婆婆 她媳妇刚来而已 她就也是真的表达那种 很高兴的情况 然后带着她一起出来 我们觉得这样子案例 应该被更多人看到 让台湾社会的更多家庭知道说 其实我对我的媳妇 我也可以这样子支持她 那她对我们家 对整个社会 其实是会有更好的功能 更好的效果出现的 这非常重要 可不可以再多举一些例子 在你服务的家庭当中 有看到很多很正向支持 这个新住民来到台湾 其实我觉得蛮多 蛮多先生其实也会看到 姐妹们在台湾生活的辛苦 然后也会就是 在过程当中是给他们支持的 那像我们自己协会 现在也在开一个新的课程 是邀请我们的台湾先生 来分享她跟她老婆 回去娘家的一些经验 就会发现其实很有趣的是 她透过聊的过程 然后她才更去感受到说 原来我老婆在台湾 为什么常常要打电话回家 或者为什么她常常要煮一些 我不爱吃的东西 那是因为她在她的娘家 她感受到了一些什么 她看到他们生活习惯跟样貌 就是那个样子 她就知道说 其实她在台湾 为什么这样生活 跟她在娘家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会觉得说 其实先生她也不是不了解 可是她可能换了一个环境 来到台湾之后 就觉得说 这就是台湾的生活 可是当我们重新跟她去回顾说 其实你看你当时候 你跟你的老婆 回去你们娘家的时候 你也遇到很多试音上的困难 你也遇到很多语言沟通上的 就是辛苦的时候 那也是你老婆来到台湾 同样会面临到的一个困难点 也是在这个地方 说真的 其实一个远嫁 从一个遥远的地方 千里迢迢来到台湾 真的很辛苦 而且很孤单 那其实她的夫家 可能就是一个强势的一个家庭 是一个强势的文化 那她就是一个人 那如果能够去体验 这样的一个家庭 所以回到太太的娘家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验 我不晓得你的夫人 你的丈夫 有没有陪你回过娘家 有 那你觉得她回来以后 没有很不一样 没有 没有 为什么 对 因为她的想法 她觉得我好像很能适应这里的生活 是 没有什么问题 除了我一开始刚来想家的那种 常常哭的那种 就是那个过程之后 她觉得我 好像适应了 对 什么都可以自己一个人 所以她就不会去想要说 体验她回去的时候的那种感受 你有没有期待她什么 多一点什么 嗯 期待她 就是 多一点 就是 体验感受 然后可以讲出来 但是她不会讲 比较木讷 好 其实我们也看到台湾的社会也在努力 包括我们办了像潑水节 还有越南文化的一些体验 其实这对台湾多元文化的了解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还是回到本节 满志身上 你觉得台湾社会还可以怎么做 能够更接纳这样的文化 嗯 其实在台湾这个社会 我觉得 目前 很多人其实有接纳 就是 姐妹的一些文化 最多就是在 一个美食 还有那个美容的部分 就是做指甲 弄漂亮 其实很多台湾人都很适应 很接纳 但是我想要 大家接纳更多的 就是说看到姐妹 她是有能力的 可以学中文 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工作 例如说她其实可以做一些行政的工作 她可以去学校 教课 对 可以这样子 但是我目前看到在台湾很多人 看到姐妹就认识说 是美食跟做指甲这样子 那我希望大家 给姐妹更多的那个机会 然后社会 台湾社会就是不要把新移民或新住民 这个字放大 对 就是 因为 像媒体有报导一件 比如说 今天 越南姐妹去坐台陪酒什么的 然后大家就觉得 所有变成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她只是一个个案 一件事情而已 而不是全部 新移民的这个标题 然后不是全部所有的新移民都这样 那我觉得常常都被放大 然后希望大家不要讲 确实 很多南洋的姐妹 千里迢迢来到台湾 其实她们为了适应台湾社会 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跟无形的压力 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将心比心 许她们一个美丽的未来 下一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再见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